我们来看这个手掌的特点 首先是土形掌 掌球也是比较饱满 掌心名堂的位置也是比较凹陷的 浮育是不错的 那么接下来看纹路 纹路有个有意思的特点 就是失业线 它的失业线分成了两条 一条是从坎宫而来 一条是从这个月球而来 那么从坎宫的这条失业线 它这个初期到后面就没有了 基本上是一条不太成功的失业 那么初期这条不成功的话 它又发展了第二条失业 也就是从月球而来的失业线 这个有意思的点在哪里 就是在第二条失业线上面 第二条失业线 它从月球附近延伸了一条影响线 并且这个影响线刺破了失业线 我们说影响线也是代表因缘的 如果是刚好接住到了失业线 是说明成功的结合 那么如果是说刺破了这个失业线 就说明因缘受挫 并且受伤的是自己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同时期的时候 在感情线下方 这里出现了一个向下的三角纹 就是更加确认的是在感情上受伤了 那么更有意思的是 它这条影响线 同时又是智慧线的分叉 那么这个就非常有意思 因为我们说智慧线分叉 除了心智分散之外 更多的是发展了多的一种才艺 多才多艺的表现 说明是在自己发展新的记忆的时候 遇见了这次烂桃花或者是偏远 可能是你在学习这个记忆的老师 也有可能是同期的学员